非常高兴 非常荣幸 请到我们的唐凤部长来到我们的大鱼食堂 今天我们好像是个首摇饮料店 其实摆了这么多饮料 因为我们今天头开始的话题是 你最近出了书 谈到思考力的问题 其实大家对你来讲 也有很多很多的想象 就是你有很多的思考力的 以及个人的一些情绪控管 新的想法 今天一开始 我为什么摆这些呢 我们先不谈谈数位发展部的重要议题 我们先谈一个大家也许同样关键 怎么去调节自己的情绪 特别我们情绪受到伤害 创伤的时候 怎么去移诊 你有一个精神按摩法 什么意思 好比像说在网络上 常常会有一些对于我的人生攻击 一些留言 那那些词我看到 当然如果是初次见到 心里也会不舒服 那这个时候因为是视觉刺激 我就不会用视觉去对付它 不会去打字 相反的我会去泡杯茶或者是果汁 把不同的味道的饮料 把它混合在一起 然后休息一下喝一杯 那这个时候因为这是全新的味道 所以呢而且感觉好 所以这样子的视觉的不舒服的刺激 就在我脑里形成一个新的连结 就好像按摩如果按到痛点的话 不是硬去把它揉松 而是说先放一点香氛啊 音乐啊什么的 那这样再下次再揉的时候 我就心里浮起来的 就是比较舒服的感觉 算不算一种转念 也是转念啊 它是一个从不同的刺激的方式来转念 听觉的或嗅觉的等等 OK所以包括之一就是你刚刚讲到 故意去喝一些平常不会组合在一起的饮料 对没错 用那个撞击之后的味道 可能是很难喝很难的 没有这些都很好喝了 怎么样混合都不会难喝的 所以你还有一个选择 你选择好喝 不是选择那种 什么鸭蛋指甲什么 当然不是这样子啦 不是那种是不是 不是那种 像我也会听音乐 好比像说去合成一些 新的我没听过音乐 但也要是舒服的音乐 那有没有随着这个受到的伤害的程度 强弱 而你要喝的饮料 或听的音乐的种类要变得更强 比如说我听到很强的 我们要听rock 没有没有倒没有 其实就是花的时间 好比像说如果比较强的字眼的话 也许我需要喝个两分钟三分钟 才能够完全静下心来 如果是比较弱的喝两口就可以回应了 到目前这个很管用吗 当然 OK 但如果是in person 当面的对你的有些有些人的不礼貌 或者是现在是部长的 对 有某立马委员在质询的时候 对你气急败坏 是 你不可能当场去调配个饮料吧 其实我会先感谢他 我常常会说非常感谢委员的关心 也就是说心里浮起那种感谢的情绪的时候 也是一种转捩 所以这些立马委员以后知道 打你说感谢他的时候 其实你在疗愈你自己 是这样子 在转念成一个感恩的这个状态 以后你讲感谢两只这些委员会很敏感 一定会 谢谢 你要先调一杯 好啊 那我们不如就最左边跟最右边吧 乌龙茶跟柳橙汁 调起来 我给您一个杯子 好呀 小心到 是 这个调起来会是一个味道 然后把味道之后 如果记下来将来我碰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我就可以记这个味道 是这样子 就是同样的字眼 好比像说您刚刚提到立法委员感谢 以后我再说感谢 我就记得这两杯的味道 好 我以后看立法委我就说感谢 我来给他调一下 好呀 你刚刚讲到一些触碰 我还记得您自己也讲到 你不希望被3C所驱使出到 是 所以你不会用手去直接触碰 我身上也没带手机现在 咦 好 我们先喝这杯 很好啊 不错吧 好喝吧 对啊 而且新的味道 新的味道 所以我们可以自己家里 有兴趣追随部长的这个方式 就是调节饮料 万一你感觉情绪 切尽到失控的时候 做一点新鲜的 没错 温和的 音乐饮料 我要给你挑战一件事情 谢了 你赶快喝一杯我们所准备的 跟任何的冲击性比较强 这什么辣椒油吗 看起来好像有油花浮在上面 厉害 海鲜鸡丽汤 海鲜鸡丽汤 可以啊 没问题啊 对 那我们就把它兑一个苹果汁吧 喝完 好啊 你们不要再给我们一杯子 等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给我一个杯子 好啊 我们等下再调一下 嗯 所以您在自己的3C产品上 我看到了 您有很多习惯 对 你绝不会盯着line 或者盯着手机简讯 当然不会 OK 而且你说你在看手机简讯 你都不用手去触碰 你又一定要隔着笔 是吗 应该是这样讲 就偶尔放大缩小是吗 还是手指会碰到一下了 但是呢 我不会去滑 就没有这个滑的动作 嗯 如果是要卷动的话 确实一定隔着笔 隔着键盘 隔着滑鼠 触控板等等 嗯 所以数位生活 在你的自己的生活里面 还应该占据全部了吧 现在 没有啊 是让放下变得很容易嘛 嗯 像刚刚知道要来录影 我身上不要说触控笔了 手机手表什么 完全都没有 那如果 经常这样滑动的话 把手机光是放下来 就会有一种好像换肢的那种 不舒服的感觉 对 好像自己身体有一部分不见了 嗯 那但是因为我随时都是隔着笔 或者隔着键盘 所以我放下来就放下来 您刚刚您告诉我们 怎么样去这个 用转念的方式 来调节自己的情绪 是 现代人还有很多问题 就是说我们对于资讯的依赖 对啊 在数位仪器上面 嗯 甚至成为一种病态性 是啊 您有什么 嗯 药方可以看给我们 是 嗯 其实 但是在这本书的一些文案出来的时候 我就看到有网友啊 他看到了这个电子书的这方面的宣传 然后他就真的去试 因为他好像很喜欢吃洋芋片 他就看到了之后 就试着用筷子夹洋芋片 因为洋芋片它是也会刺激多巴胺嘛 会一片结一片 那他真的就发现说用筷子夹之后 因为他每天吃的量掉到一半以下 嗯 所以可见这个不是只是对手机有用 隔着一层什么对什么都有用 所以如果我现在手机 我刻意的用某一种工具 对 限制我跟它之间的距离 没错 我想个任何方法 就是在使用手机之前 我一定要做某个动作 没错 增加那个困难度 去垫高那个成本 对 是这样子 这些想法都是你自己由然而生的 还是你也有参考什么 还是 就是完全是您原创的吗 其实我常常看就是hackernews 或ycombinator 同一个网站 那那个网站上面常常就有这些life hack 就是在生活中可以做这个做那个 好比像说像番茄中工作法 工作25分钟 休息5分钟 等等 都是那个网站看来的 谁到这个 你每25分钟 你生活中每半个小时 对 我们这个是刚好半个钟头的 下落 然后我们在半个钟头之内就要开始讨论 我们的 你现在服务的社会发展部 我请问一下 你现在做部长工作 你还能够维持每天半个钟头半个钟头这种工作时间调配吗 可以啊 我今天录影也刚好迟到半个钟头 原始这个原始 是 好不好 好吃 我有点 因为你的很多工作时间是 你不能够现在完全自主 你怎么能够半个钟头半个钟头调配呢 其实蛮简单的 就是把我工作的一个长段落 都已经养成习惯要切成很多半个钟头的段落 那我现在好比想说常常需要预录一些致词等等 那我就会跟我的同事说 不要去排这个预录致词 让我连着一两个小时录 而是说不管几个加起来半小时 是上25分钟就录那些 其他的别的时间再录 别的时间再录 那这样就很灵活 等于我随时工作到一个段落 就可以去转念去做别的事情 所以你的骑士来讲 你等于是看起来有点像你把你的生活变得像书柜 一层一层一层的调整 这层满了我就移到下一层去 对对对对 但绝对不是把这层耗费我全部的时间在里面 没错 好我们就谈谈数位发展部 数位发展部基本上很多的讨论 我先问三个问题 我已经答题最关切了 究竟你做什么 这个部门 这个部会做什么 三个问题 之一 这是第一而已 是 数位发展部的工作 就是去推动全民的数位韧性 韧性就是碰到各种不利的状况 像疫情的过程 我们用了很多数位工具来反应 或者是天灾地震 或甚至可能碰到一些更大的冲突的时候 我们要确保说我们的通讯不能够中断 全世界的朋友要了解到我们的情况 那在灾区的朋友也可以及时的收到正确的讯息来应变等等 所以这个全面的韧性不是只是好像几个公司或者政府来做 大家都是需要守望相助 那这个在疫情期间我想大家学到很多 所以它是一个应变单位吗 对 它是一个主要是以增强全民的韧性为主的单位 那在这里面当然就包含自动安全跟产业发展这两个侧面 听起来像是一个像是一个像是一个后备部队 你要把它的集合起来变成一个后备后备军力 是这个意思吗 因为这些工作我们听起来以前在别的单位也都在做 是的 为什么要成立一个部来做这件事 我举个例子 好比像说像最近大家也听到一些关于非同步卫星的事情 不管是我们的偏乡啊离岛啊等等 有时候网路容易中断 那特别是在救灾的情况下 那现在呢就有透过非同步卫星 然后放一个事实上可以放在车上的基地台 然后它开到那边那边又重新有讯号 而且可以及时的去做远距的医疗诊断等等 所以您说后备这个确实是后备的工作 因为真的在诊断的还是远距的医生啊 还是我们救灾啊消防啊等等这些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中间数位连结的能力的话 那就几乎没有办法判断当场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想我们还是一个辅助的工作 就像我在疫情期间的这些贡献 其实不是说取代了指挥中心不可能吗 而是说指挥中心希望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大家买得到口罩戴得上口罩能够去订疫苗等等等等 那我们尽量的快速的让大家能够接取到这些服务 在没有数位发展部成立之前 台湾的这个情况是比较混乱吗 这种你所谓的连结 所谓的应变 所谓的后备是非要一个部会来把它组合起来 非常好的问题 非常好的问题 我之前是政务委员嘛 政务委员是所谓跨部会 不管部的部长层级 所以确实我们看到的就是像之前报信软体可能不太好用 民间有一个想法说很好用 那所以我们是透过跨部会而协作 我们之前聊过的方式 开门造局逆行逆来等等 所以确实即使是没有数位发展部 在每一个部门底下财政部有财政咨询中心 国发会有资管处等等 也都有做这些数位串联的这些部门 那为什么要把它集中到数位发展部呢 因为在真正新兴的这些事物 像非同步 卫星 街道 5G等等 在以前你要推动一个这样子的誓言 你需要说服可能三四个部会首长 两三个政委 那所以在新的状况出现的时候 我们内部的协调成本变得相当高 所以既然我们 我入隔六年了嘛 之前跟这些三级的机关 大概已经合作培养出了默契 大家现在觉得说 那我们把它收拢在一起 可以省掉协调成本 主要是这个原因 那那些机关原来的资源跟权力 不是被你掏空了吗 就移波过来了 但是就像刚刚讲到的 其实像移波过来的 国发会的资管处 但是国发会里面 还有很多别的职能 不会说一个资管处过来 国发会就被掏空 没有这样子 国发会还有很多别的处 那不管是经济部 工业局确实软体一部分又过来了 但是工业局我们知道工业何其多 所以并不是说掏空的状况 所以基本上是把分散的 集合起来 提高效率 而且把他的整体的发动力量 集中在一个部位这边 这样会有个问题 所有的责任以后都变成你来负责 都数位发展部来负这个责任 所有这些外界将来的期待 都会在 以前是分散在各方 现在都变成在数位发展部 自己完全承担这所有的一切责任 不过我们过去两年多疫情的时间 去做这种全国性的咨询服务 本来也是我在承担 所以这是吸收风险 然后及时的给出解释 把民间好的想法 能够引进这个工作 我也不是第一天入阁 这个就是我之前在做的工作 我们现在讨论到这边 如果我用一个形容词 我们现在看到疫情 是一个中央指挥中心 如果把数位发展部也形容为 国家数位建设 以及发展转型的一个指挥中心 大致就是如此吧 可以这样子说 但是我们并没有内容的监力 监管的那种权限 你们是有管理 但是并不是监管 没有说那个发执照那种权利 就是不是说日常 好像我们看每个人的贴文 去审核这个文章可以上 那个文章不能上 这个是属于叫做内容监力 好像以前新闻局的那种权限 这个是完全没有的 我们就是推动奖励促进媒合等等 那是服务性的 对 发展性的 还有就是 那你现在成立了 你们有没有自己的一个 所谓的百日 一定要做出一个什么成绩的 是 很多地方就是百日检讨的 百日 当成立100天的时候 外界可能也会拿一个成绩单 问你自己有没有一个百日计划 或者是第一年要一个成绩要给告诉大家 是 我们成立前 其实即将成立的那个时候 刚好碰到佩洛西议长放台 所以可以说是我们碰到了一次真正意义上 资安上叫红队演练 就是真实的攻击的那种测验 那当然这个红队演练是 就真正的红队了 那我看社会上面 当时对我们的期待 就是希望说 不管是 可能您还记得 在台铁啊 这种公共场域的看板啊 好像突然出现一些讯息等等 然后后来就发现说 我们危害国家自动安全产品 等等的这些限制 之前好像没有管到这个地方 但这个也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之前觉得借接公务网路 才需要保护嘛 但是就忽略掉了这种 好像有传播性质 大家共见共闻 那所以呢 像这样子 就是及时来的这种危险 我们要怎么样快速的应变 而且想出 当时网站 有些网站连不上半小时 一小时 立刻就被放大 就说好像总统府的网站 或国防部的网站 被攻下了 但当然不是嘛 打电话战线不表示 你打进了那个指挥中心嘛 但是人家也会用这种混合战的方式 来混淆 所以我想在 不要说第一百天 在成立的第-十几天 就是在成立前的几天 其实关于这种即时应变增强 我们的这种韧性 特别是对于阻断攻击的韧性 这个就变成好像已经帮我们设定了 的一个要求 所以这部分我想 这就是我签的第一份公文嘛 这部分我们是有一些建设 就是把所有在公众场域的这些 对 资讯传达的设备 对 可以交由你们来管理 可以就是对 然后让这危害国家自动安全的产品 不要再在这样子的场域出现 我们就以这个事情来讲 交由数位发展部来管理之后 会怎么样 就不会再发生吗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当它发生的时候 它的反应的这个速度可以变得很快 可以及时的去确保说 它不会横向的扩散 还有就是溯源的能力也增加 可是这些是属于民间的单位 很多是民间单位 他们要接受你们的命令了吗 台铁好像不是民间单位 台铁不是 你现在指的是政府机关 在所有公共场合的展示 对 所以这些单位在过去 并不是有这种有效的管理 但今后是在你们的管理之下 等于是说 对 这是一个 那您刚刚提到民间的 好比便利商店等等 当然这个我想民间的朋友 也会参考我们所拟的 这些反应应变的方式 那毕竟上市归公司嘛 他们也有要负的社会责任等等 但这个部分就不是我们来管 那个指引还是经济部来 但是你看看那些的效力效果 如果我们现在按照这个 很发展的逻辑走下去 便利商店的 市场上的看板 网路上的宣传看板 都是荧幕 都是屏幕 都有可能被不当地介入 都有传播效果 对 难道 就纳入你们来做管理 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吗 我刚才提到了就是毕竟我们 自通安全管理法授权给我们的 目前是只有政府机关的场域 还有所谓关键基础设施 还没有波及到所谓的民间的朋友 但是确实民间有很多声音说 那是不是说至少大家应该给他们一些激励 希望他们能够至少比照 关键基础设施的方法 那这个我们也收到很多这样的意见 所以你刚刚讲到 我们讲到这个成绩单的问题 对 所以这份任务是已经在你 还没部分成立 至于你开始 对 所以这个是算第一份的成绩的管理 等于我签的第一份公文 就是预告这个原则 那应该很快的单独 所以即可生效的吗 当然都不是我签字生效 因为我们很注重民间的意见 所以都是有预告期的 那这份的预告期是30天 所以应该很快会生效 OK 还有其他工作 你希望在短时间就能看到 对 那延伸这样子的想法 刚才也有提到 非同步的卫星 那事实上 我们在今年就已经开始规划 我们在不管偏乡离岛 或者任何可能网路会中断的地方 到明年开始可能700多个点 那都可以确保说即使海览 或行动网路 或者其他网路有问题的时候 那可以透过卫星的方式 去连到国际的网进网路 那这个也是大家都觉得 早就应该进行 尤其是看到乌克兰的状况 就应该进行的事情 这个我倒想多了解 你说到明年什么时候 就应该可以达成 是 我们现在是申请一个 叫前瞻基础建设的预算 所以呢它是明年跟后年 两年期的计划 我们编这700个点 它是可以改变位置的 所以我们会不断的去试 在怎么样子的战略的位置 它是放在固定的还是移动的 移动的是车呢 还是船呢等等的地方 才能够去确保说 任何地方发生灾害 或其他的状况的时候 可以立刻的赶到 而且可以恢复 网进网路的通信 所以它并不是什么时候 完全完成 而是我们会不断不断的 做这样的事 所以我们可以预见到明年 万一还有一些天灾发生的时候 我们的失联或者失去的状况 应该会大幅减少 会有一些改进 事实上今年就已经有地区的消防队 用中轨卫星去试这样子的及时 把基地台载到附近的地方 这个卫星的保证安全 以及可靠程度都有问题 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工作 我们在资安上 红队是攻击手 蓝队是防守方 我们本来就有一些防守方 集合等等的能量 但是我们也会去培养 我们台湾在地的红队 去试着攻击这些 包含卫星 包含到地下的5G专网 等等的这些接触点 去确保说在别人发现弱点以前 我们的人先发现 也就避免这种 遭到太容易被破坏的情况 对 是这样子 所以这套系统建立起来之后 究竟我们的 我们就一年两年之后 我们真的在任何应变状况之下 台湾内部的通讯分享 以及情资的传递 包括正确信息的呈现 你认为可以做到多少的 不治中断正确 而且保证社会能够正常的进行 你可以觉得有多大保证 我们的目标 当然就是你完全不感觉到中断 现在可能是说台风来了 某个地区 它就断讯个一天几个小时等等 这个新闻上常见 那当然随着我们这样子的布设 我们就会看到从几个小时 慢慢变成一个小时 慢慢变成几分钟 慢慢到你根本感觉不到断掉 因为它实际上 就切换到卫星链路了 不会有人破坏 不会有人会有一种意外的情况之下 还是有漏洞或者是缺口破路 这就是我们的红队要做的了 他们就要抢在敌人破坏前 他们试着破坏 所以所以发展部有很大的一个责任 就是你要做到尽可能确保的百分之百 对 就是不是只是被动的所谓抵御外务 而是主动的先去模拟那个外务 然后呢再去找到漏洞 然后加以进一进 那我就问一下 现在我们所说的红军 对 假设的红军应该就是来自中国大陆 来自中国方面的这些力量 所谓的 因为资安也是你的重要工作人员 是 来自中国的资讯 或者是资安 这个资讯供给 各种试探 有没有试探不用供给 因为试探没有 供给没成功啊 但是 但是试着找出恶意 是恶意的 是 来自恶意的这个资安的动作 可以说无日无之 到底现况是什么 无日无之 到底现况是什么 是 那我们当然能够看的 并不是说 它一定是从哪里的那台电脑 因为它中间可能经过很多跳板 但是我们至少知道它是境外来的 因为境外来要过海岚 跟境内的那个做法不一样 所以像Pelosi来的时候 我不是有公开讲吗 说 它去连到我们这些重要的政府网站 他们是用大量的同时连线 去轰炸 好像打电话 打同一支转线 让它站线一样 那个量就比以前的最高的量 还要高个23倍 23倍 对 所以可以看到说 每次有这样子动员的理由的时候 他们确实是可以调动蛮大的这样的流量 那当然我们数位部也立刻去提出新的方法 把我们的资讯不要集中在一台电脑 那个就很容易站线嘛 而是分散到全世界 可能20万台以上的电脑里面 那这样确保说 透过分散式网络 让它不至于站线 我最近看到的报导就是 大陆方面的 或者来自于红军方面的 不友善的这种试探 对 可能一天的次数在千万次以上 那都机器人做的 可能不要想成一千万人来做 是有这么高的数目 就是它不断的在测试 你不断的测试 对 就是它我们一个叫做PORT 就是一台机器它可以连线的地方 所以它就是从第一个窗口 扫到最后一个窗口 非常快速的去看你有沒有漏洞 那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这个现状说明来讲 观众大家可能想知道 现在这场红军跟蓝军 蓝军当然就是我们自己在防御面 现在双方的战斗情况 是 胜负是如何 是 我想我们在关键基础设施 跟政府的核心的这些公共的服务 我们可以看到PELSI来台的那个时候 其实并没有被阻断 也没有真的被篡改什么资料 那但是当然那个电话战线的那一个部分 确实是我们可以应对的更好 所以后来我们就花了比较多的力气 在应对战线这件上 但是大家关心的这些核心的基础设施 或者一些供应事业等等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蓝队的 及时联防底下 并没有造成什么损害 欢迎知识 如果真有特殊状况发生的时候 您预见在您的努力之下 对 将来政府的正面正确讯息是不会到时候 被干扰到一大分地 就完全阻断 对 不至于 我们在乌克兰的情况可以看到 哪个地方只要真实的讯息被阻断 新闻工作没有办法进行 哪个地方它的假讯息 它的合成讯息 立刻取而在 立刻取而在 因为全世界都有这个胃口 大家都想要看到发生什么 当你没有实际的状况的时候 那当然合成的 大家还是转传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保护的 刚刚您刚讲到的 政府这边的讯息是一个 但是新闻工作者的讯息 也是我们要保护的 那我们在世界上很多 本来在香港 或在其他附近的地方的 新闻工作者 现在都在台湾了 所以我们也要确保 全世界的新闻工作者 跟我们本地的 也要能够揭取到这样子的 通讯装置 我提一个非常不成熟 非常不专业的比喻 乌克兰战争 实际上给全世界 我想包括我们自己 带来一个极大的震撼 也是一个 lesson 当然 我们就以乌克兰战争讲 如果台湾某一天 真的发生了台海 一些特别的情况之后 乌克兰战事件 已经打了要 8个月 9个月 差不多这么长时间 台海战事真的发生 当然 我觉得那是不是会 如此进行 那是国防专家的 对我真的不是国防专家 至少在台湾可以生存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资讯 我们的资安防御 是不是也绝对可以支撑的 同样时间久 这个还是国防部的问题 但是我要能够回答的 就是确保说 只要还有就是新闻工作者 愿意来做 对全世界报道的事情 只要大家手机还收得到附近的讯号 像乌克兰他们是立刻就开启了全电信商漫游 所以就算是某个电信商它的基地台不见了 你还是可以收到附近别的基地台 那这些准备就是我们要做的 我们要确保说它是随时随地 这个通讯是保持不中断 现在已经有把握吗 现在就是在不断地测试 我们自己的红队找出漏洞 我们立刻来修补 你的把握是多少 我的把握就是每次找出漏洞的时候 更快地把它修补起来 我想问的是 究竟这个资安防御 跟台湾整个社会的正常运作 对 在您的现在整个部的工作 到底是否占了几乎相当大的比例 相当大的比例 尤其是资安要养成良好的习惯 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虽然要设定密码 但是很多人不同的网站都设定一样的密码 大家都知道说除了系统管理员之外 不要随便去给权限 但是像我是部长 但不是资讯处的人 那有时候就会给我超过我所需要的权限 我还要自己去举报 自己然后把它取消掉 那像这些其实都是 像我们防疫的时候 会彼此提醒嘛 戴口罩 请洗手 保持食药距离等等 那资安这边我们也要养成良好的 包含备份的密码的等等的这些习惯 那这些习惯的养成 这个是占我们很大的工作的比例 就是你能意再强调要培养台湾民众的一个数位韧性 就是这个意思 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不断的在测试当中去成长 去修补 是的 然后去快速的复远 是的 这两年接近快三年的疫情之下 你觉得台湾社会究竟我们在数位方面 数位韧性方面 我们进步了多少 我觉得进步非常多 特别是像在所谓的先查证再转传 或先查证就不转传了 的这部分 因为我们看世界各国 它除了pandemic就是疫情之外 还有WHO有一个字叫infodemic 因为大家在疫情的时候会慌 那如果没有即时的就是科学上 目前了解到真实的资讯的话 大家还是会喘各种偏方 各种恐慌的讯息等等 那这些讯息本身也是infodemic 好像一种流行病一样 那我觉得台湾在就是相当透明公开 至少每天下午两点 带一桩节目 大家养成对春月冰学的基本知识 那还有我们的像可爱的总裁啊等等 去把这些好的科学观念 用民营的方式去扩散等等 那确实养成所谓的精神抗体 就我们看到国外的一些 关于疫情的 在他们那边会容易转传的 什么5G天线 什么被埋在口罩里什么的 这个在台湾就相对来讲 没有那个扩散的能力 你意思说是台湾民众少子三年看到 对于真假讯息的辨识 那也是升高的 对 我们也看到那些人不得不承认 是 很多人把批评的焦点指向政府 所发布的讯息 是这样 所以政府发布讯息 至少有些人是己不信任的 是是 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就 我们先给你旁边吃吧 我吃吧 好啊 要蜡油吗 海鲜金律之 我要记得这个话 请复党回答 好呀 其实我们特别之前在靠近选举的时候 就有很多 有时候是说政府 有时候还说是CIA 也是一种政府吧 所谓这个操纵选票嘛 我记得那个时候 2020年的时候 有说CIA有印一个隐形墨水 你不管盖谁 你那个墨水会消失 蔡英文的墨水会显出来 然后还有那个计票的所谓的影片去佐证嘛 那但是我们后来就发现说 其实并不是说 好像只有某个政党的支持者在辟谣 事实上所有的相关的这些政党 他们都有监票员 事实上也有在看那个即时的开票 所以呢 其实不管你去看哪一个阵营 他们的YouTuber 他们都有他们的角度的那个佐证 说其实并没有什么印性墨水 而且那个唱票唱到4号的 那个并不是总统选举的那个票柜 等等 所以我们并不是只靠所谓政府的讯息 主要还是靠新闻工作者 而新闻工作者也好 或者是所谓自媒体也好 YouTuber也好 他是各个不同阵营 还是可以自己做事实查核的工作 那所以这件事情 就比其他的一些国家 只靠所谓的官方媒体来讲 我觉得是比较任性的 这些数位发展部将来跟这些自由新闻工作者 虽然讲他们地位是蛮重要的 你们跟他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 就是一个盟有自然的政府人民之间关系 还是有更紧密的连结 因为很多这些新闻工作者 现在告诉我们 说他们的广告收入 背Google还有当然一部分Meta 好像有一点有点垄断的味道 所以我们目前也有另外一个工作 是去确保说他们可以跟这些跨境的大型平台可以共融 因为各行各业因应这些数位时代数位转型 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利润的分析 对吧 是是是我讲的比较委婉 所以我上海税部在 在也有民意代表 关系这个事情 要求你们一个期限要提出 有的 帮助台湾的媒体 在国际跨平台上面的利润 是的 得到一个公平的机会 就是只有新闻业 新闻业 因为舆论媒体什么 那个的公益价值不容易计算 但是新闻业绝对是有公益价值的 这个进展顺利吗 到现在 还蛮顺利 我们不管是跟平台方的一些讨论 或者是跟一些相关的政府部会 总要先统计出到底损失了多少收入 这些国际大平台 为什么他们会对于世卫部有友善的态度呢 看起来他们很多事情都是蛮强悍的 蛮强悍的 我先讲个故事 就是 我再给你 你要选哪一个果汁 刚刚说苹果汁 不是吗 苹果汁 苹果汁对海鲜精力汤 保证您记得我们的节目 我发现您很公平 我喝的你也 我是啊 是是是 我这里已经到了一杯 好的 来 谢谢 谢谢 精神放松 没有意思 大家就发现在Facebook上面 多了很多那种精准投放的广告 它的这个金主呢 也不是本地 而且它绕过整个事实查核机制 因为那是广告嘛 然后都是一些政治性 或者一些社会性的一些讯息 那当然大家就觉得说 那这样是不是 政治现金法就被绕过去了 任何境外的人 都可以不揭露它是谁的情况下 去参与 这个干预选举 那我们去谈 那谈的时候 那谈的时候 其实他们就 Facebook 就发现到说 我们虽然并没有立任何法 并不是拿着法律去谈 但是呢 因为台湾的公民社会 部分党派 都觉得说 我们政治现金揭露 是应该的事情 监察院呢 当时只用纸本揭露 没有用开放资料 那还被纠整 还被这个 大家引用了很多资料去 然后自己把它数位化 所以呢 Facebook就发现说 他如果不配合台湾这边 对于政治现金的 我们叫社会规范 Social Norm的话 说不定被社会抵制 那在这个情况下 就蛮好谈的 所以到2019年 台湾变成 他们极少数 所谓的Civic Integrity 就是去确保在竞选前的 这些资讯的事情 他们就投注了相当的精力 来确保说到2020年选举 不能再用这种投放广告的方式 来干预选举 而且要及时揭露等等 我想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说 并不是好像我押着这些大型平单 而是大家去凝聚一个共识 了解到说 诶 选举不能够这样境外干预 新闻业是非常重要的公益价值等等 是拿着这个共识说 那你要不要配合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我们台湾自己 对于数位民主这个坚持精神 对 更加让世界知道 是的 这里是一个民主社会 没错 重视我们自己的 是的 你们也在做这个部分 而且是愿意有专门的单位要推广 这个 是的 是所谓的数位民主联盟 是的 因为我们在其他的部 通常叫做国际合作司 國和司 那那个司 到了我们这里 就叫民主网络司 Democracy Network 那就是不是只有国际跟国际的合作 Google好像不能算一个国家 但是它无论如何是我们作为一个民主政体 跟也愿意来尊重我们民主政体的这些团体 中间的这种合作 所以这样子网际网络上面去建立这种民主网络 这个就是我们民主网络司的工作 你不得不承认台湾在最近这一年 对 对国际媒体讨论的非常之多 当然 似乎我们的形势也被人关键很多 是 当然每个人的推测不一样 你怎么看 这个国际间的关注对于台湾今后 你的部会 或者我们台湾将来数位的建设发展 会带来一个什么样 大家会害怕我们这里呢 担心我们这里呢 还是会对我们更有信心 我常常就是之前去像欧洲议会 或者一些议员来台 他们大概就关注两个 一个是说 为什么我们可以不封城 完全没有一天封城 那就防疫 当然可能不能跟纽西兰比 但是做的还不错 那以及我们面临假讯息危害的时候 很多地方都说要封城 意思是说 给行政部门下架讯息 或者改新的标题 那样子的权利 那就类似于封城了 但是我们也没有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大家的数位任性 面对这种讯息的查证能力 还是在每天每天的升高 所以这个情况下 好像抗体是均匀的散布在社会里 这个是很多欧洲或者美国 他们一想到社群媒体 就想到彼此 就是尖酸刻薄的言论攻击 言论的激化等等 好像在台湾 不是没有这个状态 就是还是有些互不信任等等 但是似乎好像对于这个民主的深化 没有人觉得是一件坏事 所以他们觉得非常有意思 好像我们这边研发出的 叫什么心灵的疫苗吧 可能在其他地方也可以适用 有没有人问到您个人 对于台湾现在此刻的未来的安全形势 特别在两岸的情况之下 你的看法你怎么回答 我想当大家的注意力的焦点 现在集中在台湾的时候 当然所谓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的这个讯息的意思 也就是说大家不能够去 在乌克兰之后看到说 那我们民主联盟好像放弃掉 这样一块重要的地方 那不是只是因为我们在供应链上 像台积电等等很重要 这个当然也是真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是说 民主联盟的朋友都开始认识到 台湾对大家是有非常多的 可以分享的有价值的 所以如果做事台湾 受到什么不测的话 那事实上对大家是难以承受的 所以数位发展部的工作的成功 以及它的未来更有效的成绩 对 这是代表台湾的数位安全 有更多的保障 我们这条路走得更安稳 是这个意思吗 是一个跨域联防嘛 也是跨国联防 所以您现在是台湾安全的代表 代表之一 不敢不敢 我想军事上还是这个总统指挥 这个子彤电权 但是您必须不想在数位发展部成立到现在 还是有人 包括我们刚刚讨论的 对 还是有人觉得您这边所做的就是台湾的数位安全的屏障 其实不止您部门 不止我的部门 刚刚提到的 如果是军事方面的 有子彤电军 是在国防 你们两个现在的联系分工是 是 我想是以国防为主的军事目标的防守 以及可能攻击 这个都是子彤电军 那我们就像刚刚讲到的是 我们的工部门以及关键的基础设施 那至于民间的话 我们是有一些讯息分享等等的平台 但是目前还是以民间的这些企业等等 自己去组成联防的架构 你跟军方的分享到什么程度 我可以跟你讲这个吗 我找个问这个吧 是是是 你不要想吧 机制上面是 我们有一个行政院的自动安全汇报 那数位部是主要的幕僚 那在这个汇报里面呢 有一个负招职人士国安会的滋味 所以是透过这个汇报去协调 国安会跟我们怎么样互相合作 他们听不听取你的咨询 当然 你的咨询 所以在目前我们的国安防御方面 你也提供了一些你的个人的看法 其实主要就是大家关心的 就是良好的治安习惯 刚刚讲到的戴口罩请洗手 这一类的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讲法 叫Zero Trust 就是不会因为你在内网里面 或者你的电脑是这一台 或者你说你有账号密码 就完全相信你给你全部的权限 那像我们透过行动设备来签公文 它是要验这个连线 这个设备 还有我的指纹 那当然这三个加在一起 同时被攻破的几率就比较低了 那像这种防御的众生 灵性人的架构 我想这个不管是其他世界各国 或我们自己数学发展部 现在都是在同样推广这个 两个问题其实跟着相关的 对 你这工作角色既然如此重要 当然很多地方你不便放弱 不可能完全只靠你一个人自己的智慧 你应该有一个智囊团吧 当然了 那智囊团现在都在数位部里面了 都已经你都早期了吗 这些人里 当然如果你提的是我们的次长 好比像说负责治安 跟我们咨询长却和明老师 或者是我们治安署的协测娟署长 那他们这个队伍大概都组成了 那现在主要的挑战是 年底要有一个叫做资安院 国家自动安全研究院 我们刚刚提到的 比较都是政策方面规划的工作 但是资安院呢 还会有一些技术方面的工作 这部分也需要真人 所以我意思就是外界想关切 就是数位部现在有没有找到 真正的是在过去分散在各部会里面 可寻不到的那些民间高手 现在开始在加入你们 有些不是在民间 有些就是在地方政府 或者其他部会的机关里面 那这个就叫做商调 就是我们要去跟其他部长商量 能不能调人过来 那商调的加上移布的 这些常任文官 目前是占大概快九成吧 到明年年底大概也是八成五 我们并不是说好像要破坏掉文官体制 所以一直我们的规划都是八九成左右 都是常任文官 我们不会破坏文官体制 还有一个您也没提到 就是我们大家都说 我们是不是要介入选举 刚刚我们在讲的是说 不让境外势力介入选举 抵御外务 但是我们自己呢 我们当然也不会介入选举 我们是行政中立 那我想有这样子的说法 一开始确实我们在组织法里面有明定 说我们的司长署长 是可以用常任文官 但是也可以用教授副教授 可以用政务禁用 我们数位部最多可以有一百个约聘 两个署各最多可以有一百个 所以好像时速三百上限 那但是我当然也同时会说 到明年年底也不过85个 那大家就会说 是不是后年年底就三百 不是都没有这样子 我们并没有要用到买 时速三百不是标到三百 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个设计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如果司署长都是教授副教授 那他们会要用的人 他们的同事学生等等 当然不会有国高考的资格 所以当时的规划是说 那可能要约聘嘛 但是因为我们所有的司署长 都是常任文官 所以他们一想到要用的人 当然都是从本来的 或者比较熟悉的机关来商调 所以其实我们继续保持 这个行政中理由司署长 张荣官来规划这个聘人的话 那就绝对不会到三百个 现在看起来一百个也到不了 部长你自己是不是也期待 更多的民间人士 放下他们个人的一些人生此刻的 也许更高的待遇或者成就要求 来加入你的部门 我想不需要完全放弃了 打八折而已了 放弃好像是当志工的 似乎不是这样 没有了像我们现在 不管是数位部或者未来自然院等等 开出来的薪水 虽然说打个八折 但是它可以换什么 可以换全面性的 对于我们全国性的系统有一个了解 那我们学资讯的 其实要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架构师 一定要历练过这种非常大型的系统 那这个并不容易碰到 那刚好在这边历练 就是这样的一个系统 当然要加入资安署也好 资安院也好 要通过背景查核 这个亲戚朋友不能够有一些疑虑等等 那所以这次一段时间没有错 那还要被禁管 那但是呢 at the end of the day 就是到了最后 我觉得来这边历练几年 这个是值得的 不但自己的视野更高 而且像你说的 在现在这样子一种时刻 也可以对大家有所贡献 嗯 也难怪我最近看到 这个台课大总经理林志成 他也讲到说 数位人才台湾 其实不是让大家想象的 那么样的充足 嗯 他甚至认为将来 数位人才的培养 也要是你们 数位部要有负责任 嗯 你同意吗 我想资安人才的培养 我们责无旁贷 这是我们资安署的工作 至于各行各业去导入 数位转型等等 这个不会只有数位部在做 但我们会做什么 我们会做媒合 就是如果你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不一定是学资讯的 但是你对帮助各行各业 数位转型有兴趣 那我们提供T大使的这个平台 但是里面的业师啊 里面投入的资源啊 很多还是各行各业的朋友提供的 我们是媒合的角色 所以听到现在 我想朋友观众会有同感 社会部好像 也是因为你们新成立 对 原来很多跨部会的工作 执掌都结合起来 是 听起来你们好多的工作 好像过去存在在别的部会 像你刚刚讲的教育部 也在里面 嗯 你们跟NCC的工作也有关联 对 到现在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部门到现在 嗯 还是有些地方 嗯 可能还需要摸索一下 它的路还能走得更清楚 嗯 有没有这种可能 嗯 刚刚您提到的 其实就是 确保大家的资通的任性 这种 帮助所有人的 社发的部分 嗯 我们刚刚提到各行各业 跟平台共融数位转型 产发的部分 还有就真的是工房啦 资安署突发的部分 这三个部分 本来真的都是在不同的部会 所以当这三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更需要 好 比方刚刚说 非同步卫星 接了5G专网 需要红队来进行这个工房测试 但你实际部署了 绝对不是只有救灾啊 它可能还要远去医疗的工作啊 远去教育的工作啊 等等等等 那只有当它结合起来 放在大家眼前的时候 大家才会发现 那这三个结合起来是有道理的 所以更多的实体的这个 没错 你才能让真的大家知道 到底你们是做的什么样子 是这样 到现在为止 你觉得当部长之后 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最大的感受 我觉得部长跟政委的工作量 对我来讲其实是差不多的 那最大的差别就是要接受委员会 跟院会的立委的质询 之前呢我都是在背询的这一边 看大家质询 从中学习 那现在真的上了质询台 我想是最大的差别 将来的政府的数位部 你预计它的规模 人才的引进 它的业务支障 对 会不会扩大 我刚刚提到自安院 这个全新的 这个会扩大 一开始可能两三百人 但是我们自己这一边 就是到明年年底六百人左右 我们并不会有非常大幅度的成长 所以你现在做的是技术整合跟服务工作 对 你会觉得未来数位部 它不会再跨越到更多的领域 甚至我指的是 数位的监管 全部监力 你觉得将来这方面 可不可能也会影响到数位部 大概是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当时就说 踩油门 就是我们叫Moda 马达嘛 油门跟刹车 并不能在同一个机关 刹车的部分 就是内容监力的部分 那个都还在NCC 而且NCC实际上 它的组织法里面已经明定 包含毛巾网路相关的传播等等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除非你说数位部这边未来了 觉得说 那我们不但要当球员的教练 而且还要当球员的裁判 那这个就不会是我这一任的想法 事实上我们组织法明定不能有这个想法 因为这不在我们的执掌 也不在我们的权限里面 所以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 只要数位部还叫数位发展部 那么这些监力的部分 就不会到发展这边的数位部来 听起来 数位部当初设计想名字的时候 可以有好几个名字的选择 对 我听到今天你讲 我可以讲到数位安全部 对啊 数位事务部 是啊 数位这个统合部 是 对啦 其实这些或多或少也都形容了数位部 所做的工作范围内 但是为什么我们叫数位发展部 就是去说 我们在所谓的能够运用的一些政策工具里面 我们用的都是鼓励的 奖励的 推动的 媒合的 的这一侧 而不是说去罚你要叼咬执照 等等的那一侧 也就是说 凡是监力的工具 按照我们的组织法都没有过来 所以这个也是 为什么我们最后是用数位发展部 来说明 看起来它是一个比较慈善的部门 很有意思 比较温和良善 是是是 但是实际上你的工作很多是非常严肃的 是 而且非常的辛苦的工作 你现在自己的 自己的 比如说包括像思考人生啦 自己思考的那些 你的工作时间 你每天还有时间做你自己思考的工作吗 一样的 我本来就是 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嘛 是我的工作时间 那现在也差不多就是这样 可是比如说我们过去两年 有太多的事情 是突发事情 是这样 你刚才讲到说 我猜想下一次大的天灾 或台风来临的时候 你也要参加政府的部门 你也需要 当然 对 那希望那个时候 没有了 其实之前在应变的时候 我还是会抓紧时间税 加一加还是八小时 因为没睡到那么多的 我没什么贡献 那当然 就是说除了这个 是我比较个人的之外 数位部的好处是说 我们从不管经济部啊 NCC啊 或者是国发会啊 或资安处啊 其实有很多能人好手 真的是在体制里面 常人文官 愿意加入我们 所以当每次碰到这种 突发的状况的时候 以前在院本部 我的办公室大概二十几个人嘛 那确实就一个人要当好几个用 但是现在 好歹加一加 到目前大概两三百人 到明年可能五六百人 那有更多的即时应变的工作 可以比较分散式的进行 你未来工作主要 包括在国内还是国际间的旅行 也会很多 你还是继续成为台湾一张 我刚刚讲的 应该讲正确的是 去台湾的数位的一张脸孔 你还会继续到世界各国 去把台湾的工作介绍吧 当然视讯的话 是用早上七点到九点 班晚五点到七点的时间 这个我还是不断的在进行 所以你现在自己将来 在数位发展的过程 这个部门行政的工作 的历练之后 对 你未来自己还有什么样的规划 未来的规划 大概就是去确保说 全世界想到民主 想到这样的典范 想到在数位时代里面 还是可以推动民主人权 就想到台湾 这个就是我一项的工作 在七年前 郑伟是七年前吧 六年多 六年七年 您不想到台湾此刻 在数位安全方面 既然经历了一个 这么样的艰巨 而且又关键的时刻 对 而就在这个时刻 你就在这个位置上 嗯 你有没有想到这种的 它也不是巧合 它是一种命运的安排 嗯 就欣然接受吧 好 欣然接受吧 哈哈 有没有预想到这个情况 会 当时会有这么大的一个 一个变化和发展 六年多前入阁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说 希望能够去担任全球 关心民主的这个社群 跟我们的政府中间的桥梁 我记得我说一个兴趣 对是一个桥梁嘛 对 那我觉得现在这个 还是我的兴趣 也就是说 我的工作 当然越来越多的 像你刚刚讲 有一些应变的成分在里面 尤其是在疫情 这两年多 但是我想我初心就是 去联系全球的民主社群 让大家看到说 发生威胁挑战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往专制集权的路上走 反而是 越来越民主 更民主 才能够应对这些新的挑战 这个是没有改变的 你会不会是一个 我们的新的政府官员的 嗯 一个新的形象的代表 嗯 这个早就是了 已经新六年了 还说新吗 哈哈 哈哈哈哈 我是所谓新的是 我们似乎看到的 树木 是 没有像 如果说是 有任何的传染性的话 他们并没有看到 第一或第二第三个 嗯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的 政府的整体形象 其实说起来 嗯 还不是现在我看到您 这么样的 嗯 年轻灵活 嗯 而且能够善于表达 嗯 你觉得 这很好的问题 我想我们在接下来 为什么要透过 像刚刚讲到的自安院啊等等 嗯 确实也是要让大家了解到说 不是说好像你进了政府 你就一辈子做公职 而是说像刚刚讲到累积三四年的这个经验 啊 累积这个事业 回到业界之后 哎那个贡献又不一样 那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一种比较循环式的 啊 比起您刚刚讲到的好像 哎特任官就一路当到老了 嗯 这个commitment 这个要求的时间的投入似乎有点大啊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种 特别像我们公园服务法修正了之后 可以多多少少公园可以开始发表自己的见解了 可以非盈利组织的话 他可以有一些兼职的安排等等 那我觉得随着公园服务法的松绑 会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开始担任至少某个部分 几年的公职这样 今后我们在立法院会看到更多您的个人跟民意代表之间 他们也是有他们的义务跟责任要对你来做 当然 嗯 但觉得在你身上不会看到猛烈的工房吧 应该不会吧 猛烈的工也许有房美 哈哈哈哈 都是非常感谢委员的关心 你一直都会有这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民意代表的秩序 是这样子啊 因为我是真的很感谢了 不是只是口头讲 很多这样子攻击的方式 我去回应之后 他可以传播我们实际的状况 给平常并不会关心数位部在做什么的人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 感恩 感恩 真的感恩 感恩 最后我想一个小问题 您今天一开始是一个清水案 我的房间 是啊 提供大家最好的一个随手可以拈来的就是一种 生活中的一种 是啊 您还有没有现在也许在这书上没有 您在自己生活上的已经应用的一些小技巧 可以分享给我们观众 先吃一下 我还是很喜欢我调配的这个 很有创意 非常有创意 我想分享一个就是我在刚睡醒的时候 因为大家知道我是不会把手机啊或任何3C产品带到我房去的 那但是呢 有的时候呢 刚醒来真的就是有很好的点子 那之前呢都是用纸跟笔去写下来 寄下来 那样子的问题就是说 其实第一个我写的字我自己醒来 真的醒了 不一定看得多 那第二个呢 就是写字它多少是线性的 它很难去很完整的把这样脑里的刚醒来的那个结构去捕捉下来 所以我最近呢是比较是用好像色笔的那样子的方式 可能有几种颜色的笔啊 然后跟纸啊就放在窗头 那醒来呢 如果想到什么想法 我就赶快的把它几笔画下来 好像去捕捉那一个逻辑结构 那这样子的话 再稍微清醒一点的时候 再去看的时候呢 比较能够了解 所以包含我们的之前在筹备阶段的这个 怎么样组织我们的出物规程啊 各司各属要怎么放啊 或者是说我们刚刚提到的 就是在及时应变这些资源的供给的时候 资源怎么配置啊等等 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变成一个visual thinker 就是一个用视觉的方法 好像是一个很大的画布里面 去组织刚醒来的一些灵感 这个或许可以分享 太好了 以图带文字 是这样 然后用视觉形象符号 能够带领更多的记忆 重新回归到人脑里 是 太棒太棒了 我们也期待我们的谭峰部长 未来能够把我们国家的数位建设 带向一个更有效 也更安全的领域 是 感谢你 谢谢 谢谢主持人 我要感恩我们的立法委员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 请真的多多指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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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喝一口 好 我刚才 谢谢